字幕志明這件事情 記錄說 這自己是這個吧 好不好 那點怎麼記錄 就用某點判來記錄啊 所以你看我們在高中 在學一次國中學過的線的目的 其實就是為了要營造那一種 以前國中只是一種樣式 樣式出來的時候叫你去找兩個點來代表這個圖形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子去學的地方 我們是把所有的點都會把它描述出來 那這樣的點就會是我要的引擎 這個就是代數幾何 跟幾何代數它結合很重要 所以我原竟然會用它的幾何關係式 那我現在只要把它變代數字好了 所以在這個幾何關係式裡面誰會是動點 P嘛 因為這就是為了要描述圖形的東西嘛 就讓橢圓上的這一點就是橢圓上的點 所以我們P就會是一個假設就是它一個動點 SY 那F1 F2一定是題目提供給我的 你不提供給我我怎麼會知道我到底要在哪裡 再第二你的定值咧一定也是題目提供給我的 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我們會發現我現在發現的地方 都是會題目提供給我 而火唯一要假設的中心是誰 蘇皮亞 就只有它而已 所以我們把這個解釋轉換成代數字 這樣就結束了 我們看一下 那為了要讓我們等一下的代數字咧 先從簡單版的開始 所以我們先第一個 中心點在原點 長軸在S軸方向 好 那這個感覺是什麼咧 這種感覺就是它是一種左右火的感覺 好 請記錄一下它的方向 我們稱這個叫左右頭 為什麼 因為它是長成這個樣子 它長成這個樣子 中心點在這裡 長軸是以A軸回方向 所以就叫做左右頭 那如果長軸是以Y軸回方向的話 我們就稱它就是上下頭 好 所以我們先推出左右頭它的方程是該怎麼寫好 所以這個時候咧 它就定好了 它說 好 它說如果我們 1.0 屏幕給我 7.0跟 5.0 那長軸這個2A 是屏幕提供給我的 好 我說屏幕提供給我的 是藍色條件 那時候按照定義啊 我們可以開始來假設我們的P 好 這時候 所以 椅圓上這一點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假設號 它一定會滿足 右手邊我寫的出來的這個代數詞 這個代數詞 大家應該沒意見 我 這個就是S Y到C0的距離 減C的平方加Y平方 這樣負C0的話 加C的平方加Y平方 你說定值2A 那我就管你寫的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從這個代數詞 好 那我們就開始展開它 好 請問一下 我錯過 這樣是我嗎 好 這個代數詞啊 請問一下它是不是由我方程式討厭的東西 我方程式裡面討厭兩種東西 第一種就是根號 再來就是把位置數放分五 第三個就把我放絕對值 它今天剛好翻了一個 所以發音很好 是這裡 這是哪裡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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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好 所以我們有根號 好 那解決根號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什麼 平方吧 可是你看一下這個方程式 如果它只有一個根號 我們平方就沒事了 可是它有幾個根號 兩個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用點智慧 你想一下怎麼去掉這個根號 而且有兩個 左邊平方 右邊平方 好 你覺得這種去吧 有沒有去掉根號 沒有 但是咧 你把兩個根號變成幾個 變成一個 有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你要打開之後 會有這個頂 會有這種頂 當然 剩下那個根號就是 加2AB 好 那這個時候 我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你就要評估一下 你的運算量 好 等一下 根號會被拿掉 是因為A加B的領方 會有AB加B領 這個AB加B領 我覺得很贏見 因為太漂亮了 你就直接變成一個 那個什麼 那個配方號的東西在那邊 可是重點是在 那個2根號分化的區塊 那這兩個根號 繩起來會不會讓我們 預算錯誤量有點大 很大 那有多大咧 我評估給你看 你想像這兩個東西相乘的時候 等一下會不會乘出 有S比1 會跟Y乘 有沒有X的一字相 會跟Y乘 會吧 好 那些乘出來的東西 就會散了一地 而且有SY 還有S比1 這些東西就很亂 所以我們就不想要這樣子打開 所以 這時候我們會再做一個 但是也不是說不可以喔 因為你稍微再整理一下 你會發現那些東西 可能會被你整理到不見 可是我還是希望算好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稍微改變 我們比方的策略就是 我不希望製造出兩個分號相乘的環境 所以我就會製造出 根號等於2B 很好 好 我先講一下我的原因 是因為我擔心我的運算量高 所以我現在會先把 平方之前的動作 先把其中一個根號移過去 好 這時候我兩邊同時 平方自我左邊這個根號會消失 我當然OK 右邊還是會留下根號 但是這個是留下來的東西 就簡單多了 為什麼 因為你是2XX2S更好 請問一下會不會製造出 我剛才擔心的那個SY 我會問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S也沒有Y 它只是個數字 對不對 所以運算量就會降低 所以我們現在來介紹 你有時候看到賴數字 你想要降低 它的那個什麼表現過程裡面 其實運算量也是一個很大的平方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經過一項整理 我現在把它寫出來 所以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平方過的齁 好 那寫到這邊的時候 再同時兩邊同時平方 好 這時候運算量就不大了 好 這個時候寫出來的東西 就長成這樣 S-C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等於右手邊這個叫做4A的平方 加AX加C的平方 再加Y的平方 再去減掉4A乘上根號 那我剛才講到一半齁 就是 我有兩個根號 但是為了要把兩個根號都不簽 所以我做的是平方 這個平方有沒有效果 有啦 雖然還是有根號 但是至少把兩個根號變成幾個根號 只剩一個 那如果只剩一個根號的方法 我知道啊 再把那個根號平方就好 但是要單獨留下它 OK 所以 那我寫出這個時候 接下來我該做什麼事情 我就可以去想 其實還有一個不順你的人在那邊吧 這接下來該做的事情 是不是把這個東西 全部都提過來 把這個東西全部都提過去 單純的留下4A根號 因為4A根號之間 平方就會變成16A0根號不見 所以 心裡面先按想一下 我等下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 想像成功之後 那我就開始動手做好 所以開始做 所以 在做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 剪的移過去 右邊 好 那等於什麼 這個東西 可以移過來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整個 完全留下 偶然它會從幾次 就是這樣 就是放下 什麼 好難過 你說怎樣 我會講 沒關係 你就繼續 很像各位老師的頭 沒關係你就繼續算 再繼續 就算算 你繼續算嗎 我 這個事情 就是寫個字 而已 這裡有一個 剪跟剪 要寫好 好 是一種科技的感覺 OK 我這樣移過來 這個一鍋就要記得把它剪掉 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當然不可以 慢慢刷給你看了 那接下來就是稍微 用電腦機去把它配方 去把它削掉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來觀察一下 有哪些東西會不見 等於這個A加7比 會不會剪掉這個A減7比 那我們國中有學過 像比方減比方的 相加成相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 我們默默打開它 你不要真的把那個A加7比方 真的把它拉開再去剪 我的建議會是 4A比就先把它拉開 等一下這個Y比跟這個Y比 就會怎樣 致敬嘛 所以他們兩個就Y吧 好 那接下來呢 A加7比跟 A減7比是相減 好 那比方減比方是相加 相加是2S 相減是2C 這2S乘2C 打開出來 47X 所以你寫很快 放到這裡 量模擬 那還有沒有剩東西 沒啦 就全部都寫好了 好 那這時候為了方便等一下 預算 你會默默的把這個4的 這邊的4怎麼樣 拿掉 為什麼 左邊 右邊都有4 那就給它通出4嘛 那整理完之後 接下來 左邊只剩下A層這樣 好 A加7比 加Y 好 已經整理到這裡 這個東西等於4倍這個東西好了 那這個欸 等一下4跟 它整理下這個4消掉 所以最後欸 那上面這裡4不能加點 這4是更多消一消掉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只要把最後一個跟它拿掉就好 所以這個時候 這邊再比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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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再做整理 好 所以這個時候再打開一次 比方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裡是A屏 乘上XX加C 加上A屏 乘上Y屏 等於 比方打開是A的四次方 加上2A屏C屏 X加上C屏 要是A屏X 然後這裡有XX 對 好 到這邊可以齁 好 那接下來呢 就要開始 大招呼回去 給它消掉一些東西 這2A比CX真的是很醜 可是我發現這裡打開會有2a比7x 因為a加c的平方打開會不會有一個什麼2cx在這裡 那個2cx乘讓a0是不是就是2a比7x 所以表示這個等一下會不見 好C你現在都默默的想這 可是這裡你會有一個a0x a0s0x 右邊會有一個c0s0x 所以我現在快速的整理一下我要寫的東西 你可以慢慢整理 但是我現在要把它整理完整 這個我已經打開它 我已經開始在整理 結果我發現它留下a0s0 跟這個c0s0等一下會停掉 好 那這個括號 我現在畫紅線的這個括號裡面的2cxa0 已經跟右邊的2a比7s已經消掉了 所以等一下它會把這個消掉 因為左邊有 右邊也有就不要寫了 你不要寫出來再去消掉它 但我們空間沒那麼大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它會不見 好 那接下來還剩下什麼 還剩下一個a0s0對不對 好 那a0s0現在目前 顧測一下沒有地方可以放它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把a0s0留著 不是這個 加上a0s0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叫做a0y0 再加上a0y0 等於a0s0 好 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從這一行整理到這一行 我加一點點我自己心算一下 因為我不想要寫那麼多東西 所以哪些東西我不會畫掉 所以我現在畫線的地方就是我在心算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等一下會打開 打開之後會有東西跟它消掉 這個東西會打開 打開會有一個東西把它移過來 跟它合併整個 剩下這個c0打開之後 我就把它留下來 把它放著 好 到這邊用力 沒有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默默的再整理一下 因為這個時候發現欸 這個a0s0放在這邊太突兀了 因為 欸 為什麼它突兀欸 因為這兩個都有sy 這個沒有 這個也沒有 好 沒有 沒有位置數的東西 所以我們來講 現在位置數是s跟y 那個點座標對不對 所以沒有點座標的 我們都可以把它製作什麼 長數項對不對 製作長數項 所以我會 我會把這個東西移過去 好 所以 這時候我會把它移過去 但是欸 在移過去的過程中 我會開始來改寫一些東西 比如說 A0-C筆幹嘛寫那麼慘 因為有一個符號可以代替它 叫做B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前面有學到 那個abc這三個東西的b筆 沒關係 那接下來 這裡abc y0我去把它留著 那右手邊等於好 A的四次方 去減掉這個 A的平方 C平方 這時候我們當然會把 A的平方提出來 留下A0 減掉C平 好 到底這邊可以看到嗎 看到齁 這個就是 A的平方 C平方 提出來 因為這個一過去之後 是減abc平 那兩個都有 A0先提出來 那前面還剩ab A0 C平就是又加C平 看到嗎 好 那我們又剛才又說過 我這個東西可以當一個 1 0 所以它又等於A0 D 好 所以咧 我的整個結論式也已經結 已經證得出 好 可是這個時候 不會很漂亮 我發現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寫出來的結論是 就會得到這個東西 混盤的這個東西 用語音 只要等到右邊 這時候覺得很不好看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 一起做一件事情 同出於A0 但中間有被輸到 但是我現在不關心中間 所以這個時候最後的結論 寫出來 叫做 A0分之X 加上 B0分之Y0 分之1 好 這個結論 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這個整個運算過程中 大概有一點點心酸 但是都沒有太難的問題 只有最後 我們會把一些符號 轉換成其他符號 中間我們都沒有換過那種符號 中間我只是單純的那種稱保公司把它打開 我只是選擇不打開它再消掉 所以我還沒打開之前 就知道它等一下會不見 我就不寫它了 那時候再整理 最後一步 在這裡的時候我才開始做什麼 這個下來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代號的轉換法 A0分之Y0 A0分之Y0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就過去跟它結合一下 那之後呢 它也會整理成A0分之Y0 那之後呢 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都同出於A0分之Y0 讓它變成綠色那個代數字 這時候我們就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樣式 好 那這個樣式是什麼 因為在這個綠色的方程式裡面請看一下 題目所提供的焦點 還有2A定值 是不是可以讓我去找到A0 也可以找到B0 再來 這個1 好像在題目裡面都沒有講過 所以我猜測它的標準的方程式裡面 右邊永遠都會寫的B 而你題目只要能提供我 它的A跟B是多少 我就可以寫出A跟B在這裡 現在懷疑的地方只有剩下上面這裡 那上面是X平加Y平 還是X減什麼的平 加上Y減什麼的平 這時候我們就看一下 這X平跟Y平的構造 我們可以這樣子大檔來設理 這X平可能是在講A或是減0的平 這個Y平可能是在講Y減0的平 那S減0的平跟Y減0的平 那個如果剛剛就是這樣來解錄的話 請不想讓你跑出來的這個靈靈的感覺 會是在講實 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再去看你的圖形裡面 是不是剛好有一個中心點 它的座標就是Y0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神力出代數字之後 我們開始來拆我的代數字 是需要從圖形拿什麼線索出來寫的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拋物線的代數字裡面 是不是得到一件事情 拋物線在幾何決定的時候 是用焦點和準線決定的Y 可是請問一下 我在寫方程式的時候 我有用焦點寫嗎 沒有 你用什麼點 你用點點 你有用準線寫嗎 沒有 你用什麼寫 你用C來寫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寫方程式跟 決定那個圖形的時候 你要的東西跟你寫出來的 所需要標準方程式的時候 所需要的東西好像是不一樣的 我們大概怎麼決定我的植圓 兩個焦點跟2A 我現在怎麼決定我方的 是我發現我不是用兩個焦點 我是用兩個焦點的中心點 就是中心來決定 再來下面這裡呢 有了 你有沒有到2A 只是你要把A變成地方 可是你通過你給的地址2A 和兩個焦點的距離 2C去推出B0 放起來這邊 所以我們標準是大概猜測就出來 好 那為了補合我們的猜測 那我們就會開始來做下一個動作 所以下一個動作我們要做 我只是講而已 請問一下 我現在只剩下一個東西沒有解釋好 就是為什麼沒有解釋出來 不是好 就是中心點是真的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開始改變你的方程式嗎 如果你的中心點現在不是在0.0 改成TK 好 那你想想看齁 如果你改在TK 那是一個什麼感覺齁 所以我在旁邊畫給你看 我現在給你一個果圓 我現在給你一個果圓 你說中心點 在0.0的時候 你做出來這個答案 現在目前至少已經知道它標準是這個綠色的 好 好 就是這個 好 那我現在開始來試拍齁 欸 如果比較足形啊 中心點不在0.0 但是呢 大小規模都一模一樣 好 那我現在做這樣大小規模都一樣的感覺給你看 我就複製嘛 我再貼上 那我把它貼在這裡好不好 我改變它的顏色 改成紅色 你告訴我你會用怎麼樣的形容詞 告訴我這個桃圓做什麼事 它向右比一對不對 它向上比一對不對 所以我簡稱圖形向右又向上對不對 你不要講右上 右上感覺怪怪 右上好像有45度腳在哪邊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不會有一個 你整個圖形向右了 又向上的好 可是你要告訴我 當你整個圖形向右又向上 你可不可以說 圖形的某些頭頂點向右又向上就好 對 這個時候我們在這個圖上 你看不到很其他特別的點 你可能就是說這個頂點 可是你不會說 因為這個頂點移到這裡來 因為這個頂點有四個 你也可以跟我說這個頂點移到這裡來 為什麼 因為我移完之後我還上下對稱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不會去用 這個頂點移到哪裡去 我們會用這個火圓的中心點移到這個火圓的中心點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寫這個方程式的時候 不是 在描入這個圖形的時候 我們就會告訴你 新的紅色火圓 就相當於把原來的火圓向右 我們用明明多長 再向上明明多長 所以我假設我們移動的T 再移動的T 所以新的中心點是不是T都AK 好 我現在要證明的事情 就是我不想再算一次 所以我不要再算一次 所以我要用的是 你現在看到圖形的中心點 不在圓點 它在T都AK的時候 是不是相當於把藍色圖形向右 再向上AK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問一件事情 在方程式的世界裡面 只要圖形向右走 只要把什麼東西改變出來 所以我們來複習一下喔 就是順便以後也要用到 如果 我有一個方程式叫做Y等FS 將 改 右 T 上A後 新 方程式 精神現象 如果你跟我說有一個點 向右踢我知道 就是A座標下E 向上K Y座標加K 可是我要問你的是方程式 所以以前我們有沒有講過方程式 為什麼不念 Y 等於F X 如果你要我新的方程式 我就會告訴你 只要跨越按了X 向右移動 就改成K 向上移動 這裡就改成-K 可是有時候老師 可是我記得向上移動就是加K 對 因為-K移過來就是所謂的加K 我們會把你所做的動作跟座標做相反的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圖形向右移動的時候 代表你X帶右邊那個東西 會跟左邊那個東西一樣 那為什麼會一樣 因為你現在帶進去的東西 多了T 減了T之後就會跟以前帶贏的時候是一樣的 那個效果是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方程式會跟點座標的移動是相反的 點往右邊移動是A座標相加對不對 方程式往右邊移動是X改成S- 你右就是用- 左就是用- 這種感覺 這是相對運動 OK 所以這個時候 C的方程式長成這樣 所以這個感覺又是什麼 當你把圖形向右T再向上移動之後 只要把方程式這樣改就好 可是我不喜歡那個加K 其實它那個加K是移過來的 左左邊 向上反而是用- 是-在Y座標旁邊 好 所以我現在可以告訴我們 紅色的方程式這邊 因為你知道整個圖形是向右T再向上K 所以按照我們剛才的做法 只要把X的位置改成S-T 那再-就是這樣就好 那Y的地方改成Y-K 那原來方程式造超 好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沒騙 好 所以 我現在給你藍色的標準是 因為中心點在0-0模 可是我還猜不出來那個0-0 所以它整個方程式影響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 如果將這個圖形移動到紅色 你的中心點移動到TK 方程式就會受到什麼影響 受到整個往右引擎 往上K 但方程式就會做我們 跟Y-K的動作 跟Y-K的動作 所以我就把它充換掉 換成這個 所以這個時候再看這個方程式 你有沒有符合的利益 T都給P剛好是中心點 就有了吧 OK 好看一下喔 所以這是最後這裡 再解釋跟D 因為我們不可能要求每次橢圓 都是把中心點放在圓點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移動嘛 可是我們可以先以圓點的橢圓 做好之後再告訴你 如果不在圓點 那我就是被P1過而已啦 那被P1過的話 你的方程式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種事情 從藍色改成紅色這個事情 所以要方程式的改變而已嘛 OK 那黑色那個是 換起你以前的記憶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得到 好 這樣問題 所以左右橢啊 中心點在圓點 跟中心點不在圓點的方式 我都退完了 好 那接下來一樣的道理 我會不會改成上下 所以這個時候 中心點在圓點 但是長走再歪走的話 就是上下躲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稱為上下躲 好 請問一下你做的方式 是不是會跟剛才一模一樣 可是你要記住一件事情 因為你是上下躲 所以你剛才在假設的 欸 焦點是左右的方向 現在改成上下的方向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是 0 0.7 跟0 0.5 2 行 0 0.7跟0 0.5 2 行 0 0.7 跟0.0 0.5 2 行 這樣都跟我說 好 うum 我教大家看一下喔 那為什麼我們要寫它的通知 也不是說教大家自己寫 而是我要用觀察就好 你現在兩焦點 剛才是用C0跟負C0 是因為它是左右焦點對不對 現在你的焦點改成0C跟0 負C是不是上下對不對 請問一下你寫出來的代數字會不會不一樣 它會不一樣 為什麼會不一樣 好 我們把我下這個代數字我寫一遍就好 但如果我寫這遍我會讓它明顯出那個效果 所以我要用很托軟 所以我做給你看 但是我不是真的要托軟 是要給你看這樣 因為我把上面這個代數字啊 拿下 我寫在這裡 我現在複製下來這個代數字是樓上複製下來的 請問一下它有沒有寫錯 有 有寫錯 你告訴我錯在哪裡 我是上下欸 我哪是用S-C 我是用Y-C 對不對 你是不是用Y-C 因為你的 你的焦點重量是0C 所以SY跟Y-C0跟X-0 對不對 後面是Y加C0跟X-0 對不對 你問一下我這樣子寫 是不是都把一個東西寫錯了 那個寫錯的是 不是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要說我寫錯 我現在要問你 我怎麼改才會寫對 很好你已經講對了 對 把X改成什麼 把Y改成什麼 X 在加法裡面 你有沒有具備交換率 有 我現在只要換一下位置 我現在只是沒有放到你喜歡的位置 你喜歡的位置叫做S-S 先寫 再寫Y-Y對不對 我現在只是先把 我上面的寫的方式 什麼改 可以開始改成下面的 我現在要教你怎麼改 所以我現在只要這樣子改就好 那請問一下我如果是這樣子改的話 那我的結果是不是也只要這樣子改就好 請問一下樓上的結果 樓上的結果也是要呈現出那個拖欄的感覺 所以我會繼續拖欄 這些拖欄不是為了新劇效果 所以 我覺得不是我個人的無數 真的 用心量子 所以請各位 需要來點掌聲 有什麼有什麼 太好 所以 是不是把這個改成Y 我這裡有在我先手在寫 好 所以請看一下 我是不是把 X-Y把Y-S就好 好 這個時候我寫下來 因為我們有一個習慣 我們喜歡把S寫在前面 我們喜歡把Y寫在後面 所以我就會幫你重新整理 好 到這邊有問題 好 所以 那我要寫成上標準的時候 我不想浪費時間 再算一次剛才跟過的 那我就來解釋一下 它的改變是什麼 好 我告訴你它的改變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 好 那請問一下這個改變是什麼意義 你知道嗎 很簡單的意義 把S寫成Y 把Y寫成S 在指數函數跟對數函數的時候 我們就有學學過了 因為指數函數跟對數函數是一個什麼 對不起 如果底數都一樣 他們兩個會 這個圖形會發生什麼字 貢獻嗎 不是啦 會 會 所以我也知道 你也有人講回來 這是2的X的圖形 這是LOG的唯一的圖形 他們會對稱對不對 他們對稱什麼線 S寫Y S寫Y 我現在問一下 所以對稱S寫Y 所以以前在寫 這個圖形叫做Y寫LOG 2X 其實你知道嗎 它代表的意義就是S寫2的Y 你知道嗎 那幾個意義就是這樣 那它上面這個方式的話 是Y寫2的X 請問一下他們兩個人感覺 有沒有很像S寫Y換掉了 所以只要對稱S寫Y的那一條直線的圖形 他們的方式只要把S寫Y 付完就好 有沒有聽懂 所以我剛才是不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憑什麼做得到 請看這兩個圖 樓上那個圖跟樓下這個圖 如果在AB都一樣的時候 請問一下他們是不是 對稱於S寫Y的直線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你今天這裡有一個圖形 長這樣子 你現在要把我改化成什麼 長的是一樣長 發的是一樣關 你改成這個樣子 請問一下他們是不是用對稱於S寫Y 對稱過去 這個頭對稱過去就變成這個頭 這個頭就扔過來這個頭 對不對 所以我用的技巧就是對稱 我只是不想把技設局再翻出 所以我們只用觀察榜來看 所以我們從代書的觀察裡面發現 欸對阿 你要的代書式 應該是要把那個上面的代書式關掉 可是我換完之後 我們不能這樣子結束 所以我們就來告訴你說 可以這樣換的條件是什麼 這兩個圖形要對稱在S寫Y 我有沒有對稱在S寫Y 我們看到它有阿 只要它的A跟B是一樣長 或是它大小快度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個多寬嗎跟多長 就是一樣的嘛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觀察 好 所以既然這個代書式可以結束好 那請問一下中心點不在原點 是不是用一樣的道路去解決就好 好 這樣子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可以來折到後面 結果 好請看 這邊是結論 我幫你整理起來 所以未來我就會告訴你 這樣子寫方程式 因為我們真的很奇怪 先寫X再寫Y 所以後來我們就會寫S寫Y寶 S寫Y寶 可是我們會把A寶跟B寶 都放在它的分裏 可是我會用放的數據 放在誰下面來決定它的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是用A寶 放在誰身上 所以當你的方向是左右 你就思考一下左右就是你要平行的一種 你想它躺在你手 因為橢圓你看喔 它這樣立起來很像雞蛋板 倒下去的話就是 躺在你手身上對不對 所以如果躺在你手 那就是把A寶跟S 我現在教你怎麼寫而已 我已經推完了 那怎麼把它寫下來 就是這樣子寫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躺在Y軸上 所以像下面這一顆的話 它其實就是躺在Y軸上 你把它躺平就好 Y軸躺平 那就是躺在Y軸上 那你就把那個大的A寶 放在Y軸上 就是背好了嗎 OK 好 所以我們再重新看一遍 我只要在ABB 我只要透過我放在誰身上 我就會記定它的方向性對不對 好 所以橢圓 它跟拋物線在寫方程式的時候很像 因為在寫拋物線的時候 你決定方向是要決定誰要 你知道對不對 請問現在在橢圓 因為你決定方向是要決定什麼 AB要給誰 好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被文明顯示 我現在將一個橢圓放正式 橢圓放正式的這個式子 叫做標準式 只能記錄兩種方向 一種叫做上向 一種叫做左右對不對 OK這樣聽懂嗎 所以我們在寫橢圓放正式的時候 要寫標準式的話 一樣跟拋物線一樣 先動作我方向 好 那在橢圓 在拋物線裡面的第二個 叫做告訴我C對不對 好 拋物線這裡告訴我 ABC 他比較排氣 因為拋物線只有一個長度 一個長度在講而已 橢圓它有三個長度 可是這三個長度 我也不排氣 我好三則一 三則二 就是三則五 三個給我兩個 另外一個我用B式定理就好 所以體錄會包裝 他可能不會告訴你2A 他可能告訴你B和C 他可能不告訴你B 他告訴你A和C 都可以 那就是最傳統的吧 告訴你定值啊 告訴你兩個交點的長度啊 那就是2A和2C嘛 所以A他即使到 那你還是要B啊 對不對 OK這樣問題 那最後一種給法 就是比較惡劣的 也不是比較惡劣 就是比較常見的 我不告訴你ABC 我告訴你A 再再來 我不告訴你B和C 我告訴你正教學長 那就是代數次的問題啊 正教學長是A分之2B平嘛 那你只要告訴我A分之2B平多少 我把A帶進去 我當然B也可以找到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要注意一下 好 所以三折二給我 好 那第三個 以前 拋物線要給我零點 今天咧 我們雖然還沒有寫到下面那個 中心點不在遠點的 可是我們剛剛也遠遠描述到過 今天要能寫出來 上面的分子的構造 其實是用S比 還是用S-T比 其實就是什麼點 中心點 所以我們就得到 同圓的三要素 拋物線要給我方向C和 那個什麼 零點 橘圓只要告訴我這三個 方向ABC還有軸心點 這件事情 你記住因為 橘圓拋物線跟 雙曲線 全部都是三個東西 我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啊 你直線還一點點 因為直線只要兩個東西 就可以選定 啊 這種曲線類的話 它本來就是曲線比直線 還要虎腳還一點點嘛 所以拖一個條件 拖會怎樣 所以你只要技術是哪三個條件 所以題目的包裝在怎麼包 都是在找這三個方向 你未必它這三個東西 把答案講出來啦 除非你再走低級 OK 這樣有個點 所以下面這裡就是說 中心點如果從遠點提到 它不是用TK 它用HK 那它這裡就寫了 就相當於族形 向右以H再向上以K 所以欸 我不需要再多說什麼 所以我只要告訴你說 這時候 X用 X-H Y用 Y-K 代入 因為右H在以前顯方門式的時候 就告訴你說 你向右移動了 所以你今天帶 以原來的東西多H 會得到一樣的答案 所以你怎麼告訴人家 帶進去會得到一樣 所以你把以前帶A進去 可以得到答案 現在改成帶A加H 它簡直H還是A 那種感覺 所以你可以把X改成A-H 然後Y改成Y-K 所以這個時候 X改成H-H Y改成Y-K 所以就是這樣 中心點的話 下面這裡也換 這樣問題 所以中心點它有沒有決定 你的方式 有啦 所以方式全部交換 OK這樣問題 可以齁 好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看一下 後面這個標準 後面這個標準 其實也 我跟你講 這個標準 我沒有要你完成 我只要跟 我只要傳達 下面這些東西 都可以從標準式裡面 快速得到 就這樣而已 我沒有讓你完成 因為完成之後你就會把它想 如果是要配下來 它沒有要配 其實它直接告訴你說 上面那個耐速式器 下面這些東西都可以照 就這樣而已 這樣沒有 OK好 那是這個 這個標準 可以不用寫它 只要看一看就好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寫他們的字 好 寫翻譯式 所以 它到問題 就開始先行 它的方向是不是好 如果不是好的 那我就不用跟你講 標準式 我就可以玩什麼 一一就好 好 但是它現在有沒有給你方向 有啊 它給我這個領領 再給我自己的領領 哇太好了 好 稍微把圖畫一下 零零在這裡 好 可是它名字不是焦點 它叫做東西點頭 另外一個是焦點處置 好 所以這個地方 方向低下 所以我現在寫的動作 就是我剛才交代 你是左右 所以等一下左右的話 左右形的話 就是讓 AAP 放在S身上 因為它放在臉手上 好 那第二個咧 你要告訴我ABC 那ABC我要寫 我寫這樣子 ABC 如果知道就先填上去 我知道C的只是4 可是我知不知道A 我知道 題目的線索下面寫2A 不然等下不會寫錯 對不對 因為2A等於10 所以A等於5 好寫上去 好 那這個是B達哥拉斯數 3比4比5 所以這個答案A 我會知道 好 這個三個我畫這樣子 是要告訴你說 它是透過另外兩個抽籍 來的線索得到 第三個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中心 中心點有沒有給你 有啊 剛好頂頂 所以這一題咧 如果要畫完 就把它畫完 要畫這個部分 好不好 然後方個4A結好了 它就是所謂的A-頂頂 加上Y-頂頂 右手邊常數都是1 接下來 因為它是左右形的 所以A0給誰 給他 然後B0給誰 給他 OK 然後再解決 可能說老師我真的忘記 標準是怎麼辦 沒關係啊 就題目來講 你可不可以知道第二個教練 可以啊 請問一下題目 有沒有告訴你地址 有啊 10啊 所以這個時候你不知道 你就給我寫第一次 你就寫SY到什麼 負視率的距離 加上SY到視率的距離 都會10 你就會寫跟號 跟號的意思 對不對 好 那我先講 只要考卷沒有跟你說 他 化成SY要什麼 你寫這樣我會給你歌 沒有喔 OK 可是起步法應該反正是畫卡的 應該沒有這種機會 有啊 用畫卡 這畫要高3了 對啊 那學著從畫卡中找經驗 對不對 從畫卡中找靈感 畫出你的靈感 OK 不會寫沒關係 但是有靈感就好 記得 欸 欸化卡其實可以訓練你 這樣拆打你的能力 你知道嗎 對啊 而且降低你的失誤率啊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寫出來 他點不進去 可是知道自己算錯了 怎麼樣多好 對啊 好 那第二點咧 一樣的道理嘛 對不對 就像他給我兩個焦點 這個03跟0-03 如果你用看了 看不出方向 那你就用畫了 03跟0-03 不就是上下形成嗎 對不對 03 樓上 0-03樓下 好 那我寫出來的時候 我說因為太多點了 所以你要稍微 你描述一下它是什麼東西 所以用符號來定 所以這是焦點 所以第一個咧 方向我已經決定了 是不是上下形 那第二個咧 ABC咧 ABC好 因為 那我們法上就是要吸了 結果他告訴我咧 不然軸場 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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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在上面 不然的話你等一下直接用8 很麻煩 可是你不要太期待 題目都會給那個ABC 都是B達克拉斯數 什麼3比4比5 123 那今天不要給你整數也沒差啦 反正等一下A會平放嗎 有跟到的話也會死啊 對不對 OK 所以 軸場2B所以B等於4 所以反正A是什麼 好 A的話就用B達克拉斯數 力會 因為A0等於B0加C0 好 那第三個咧 中心點在哪裡 也剛好在原點 太好了 當然自己也寫完了 還是一樣S0的屏 加上Y0的屏 很1 結果咧 因為他是上下形 所以把A整個達的 給Y做到下面 因為他只能在Y手上 所以這個5屏會寫在這裡 那B屏呢 會寫在他下面 所以當然自己寫好了 所以我跟妳講 結果妳的問題 叫妳找方式是最快樂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妳只要搜集這幾個腰線 腰線 腰線就變進去了 為什麼 整個流程妳根本沒有在管 這麼管定義 妳不知道嗎 所以我裡面最常的題目 就是在找定義 用定義來解題的問題 所以這種方式的問題 就是在介紹完怎麼寫方式之後 妳就可以嘗試用這猜的步驟 就可以把所有方式都寫好 只要他是標準形 齁 所謂的標準形就是 方向是左右或上下 那學會觀察之後 那我們就要從他的代數結構 開始去拆他的復習之中 齁 所以這一題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來看法律量 不行 不算了 不要看 讓每個明天沒有課 他們要這個 後面十二題 我要說話都要欲起來 後面應該可以從這一樣 看第五位要不要錢 明天會不會開很氣啊 不知道 2樓 2樓 3樓 2樓吧 放那個樓梯那邊吧 越做越低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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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範例我就留下一個範圍 這都差不多是 我們從範例9之後才會有那個 特別的題目了 範例9範例10跟範例11跟範例10 都是用DED來找 OK 好 就先講到這一題 喘息一下 不用喘了 下關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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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在做什麼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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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